我发现是不是变小了 是比以前稍微窄一点 变窄了是吧 我做的更紧凑一点 那这个效率能高吗 变小了 效率肯定是能高的 因为我做的特殊化设计 行 那咱们看看这个内部 这个门咱们能开吗 现在可以打开 能开 那你打开我看看 像以前那个 这个真的好像是很紧凑便秘极了是吧 对对对 以前的进坯它是两个或四个走下停下 走下停下 我现在这个是连续走的 这个大的包含这个 第三代吹瓶机 将之前复杂的瓶胚传输系统进行了简化 使之更加精准 具有连续性 灯箱也由之前的四个改为一个 既提升了工作效率 又因为机器内部结构的重新梳理 使得机器运行起来更为稳定 以前所以做的都是步进的 其实步进的话 它效率低 接着它就是走下停下 突然启动的时候 那个冲击力比较大 所以它容易出故障 连续的话它是很柔和的 所以它稳定性比较好 稳定性比较好 稳定性比较好 对对对 咱们这上代机器 输了输了稳定性 对对对 哇这边 非常快 都吞出来了 有两十倍 二十倍 二十倍就好 对 虽然也是四个四个手 对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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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